大家好,今天来看一台联想的拯救者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坏掉了,需要我来拯救这台拯救者 纸条上写的是显卡不好用了,只能用核写 送到官方售后说修不好,只能高价换主板 那我们先开机来看一下是怎么样的情况吧 能正常进入系统,先把它电源给接上 先到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一下驱动 显卡的驱动是正常的,没有打感叹号爆错误代码什么的 先跑一下卢大师的显卡测试 点下开始测试之后,屏幕直接黑掉,没有进入测试界面 过一会就退出到主页面,一直在转圈圈 这时候看边上的可调电源,只有一安左右的电流 这个电流说明显卡压根就没工作 这款电脑显卡要是跑起来的话,我估计我这个电源都带不动 到设备管理器里面把独立显卡给禁用掉 再来跑一下卢大师的显卡测试 这时候是用机显在跑,用机显的话可以进入显卡测试的界面 用机显的话能跑完整个测试 8000分,这是核显的水平 OK,那故障很明确了,直接关机开始撸主板 先把主板拆出来看一下吧,看一下是供电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这个主板是被修过的,这个EC这边焊的很严重 这个机主也跟我讲过,但是当时修好之后是正常的 用了几个月之后才坏的 来看一下这个显卡,这个显卡是有加焊过的痕迹 这边有焊油,这个机主也说了,显卡出问题后送去售后维修过 但是没有修好,因为这款主板上面的BGA芯片都是灌焦的 而且都是黑焦,脏得很牢,搞起来的话风险很大 所以我估计它就是加焊了一下,加焊不行就放弃了 这种带黑焦的做BGA是很麻烦,取芯片不好取,很容易掉焊盘 而且这个显存离显卡这么近,加热显卡的时候显存很容易会爆竹 哎呀,这个EC芯片这么脏,看不下去了,给它擦干净吧 测了一下显卡的所有供电,全部正常 那不多考虑,直接上BGA先给它换个显卡吧 拆这个黑焦就是麻烦,温度上来了不能硬来 硬来的话,这个主板就废了 整个焊盘都要连根拔起来,很吓人 给它再加热一下吧 差不多了就可以给它取下来了 手不能抖 OK,取下来了 这是拆下来的显卡芯片 可以看到芯片的四周都带满了黑焦 看一下主板这边吧 撕下锡脖子之后,我发现这个显存 显存很不幸的爆竹了 这个锡株都爆出来了,白虾我上下包了五六层锡脖子 一点用都没有 撕掉所有的锡脖子,看一下吧 显存基本上都爆竹了 很烦啊,这说明需要把显存也要重新做过了 先把显卡焦盘给清理干净 然后开始拆显存吧 八个全部拆掉 已经把这个显卡显存全部拆掉了 他们的焊盘也还可以 掉了几个焊盘 大部分都是不需要的空焊盘 拆了显卡显存之后 来试一下还能不能显示 希望CPU没有问题 因为CPU离显卡有点远 CPU应该不会爆竹 诶,屏幕可以点亮 看来CPU没毛病 紧接着就是把这八个显存给它重新直租了 显存应该没问题 重新直租就好了 显存直租很快 已经把这八个显存全部直好租了 显卡的焊盘掉了几个点 也一起给它接好线了 准备装显卡 显卡是直接给它换掉 显卡没有直租 因为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显卡核心坏了 现在的显卡显存都准备好了 先给它装显卡吧 先装显卡 再装显存 直接上B阶 把这个显卡给它装上去 装好显卡之后 再来装显存 显存还是它原来的显存 装显存也很快 八个显存一会就装完了 OK,现在再来装机测试一下 现在显卡给它换掉了 显存也给它重新止住了 看一下显卡能不能正常工作 进系统之后 完了 显卡驱动感叹号 错误代码43 哎呀,头都要大了 搞到半天不仅故障没修好 还把问题给扩大了 它原来显卡驱动是正常的 错误代码43一般都是显存的问题 可能是刚刚显存搞坏了 或者是显存的焊盘有问题 给它买了八个显存过来 换显存 我不怀疑是我显存没做好 我亲手执着住 亲手装的 不可能没装好 八个显存 我准备分两次换 先换正面这四个 换完这四个不行 再换反面的 拆下显存之后 还需要观察一下 焊盘是否掉点 仔细看了 掉点的都是空焊盘 掉了也不影响 容易掉点的 一般都是空焊盘 确定焊盘没问题之后 再给它装显存 把正面的另外两个 也给拆下来 焊盘没问题 就给它换掉 换完正面四个显存之后 开机测试 显卡驱动依然是感叹号 那没办法了 只能再把 背面的四个显存 也一起给换掉了 就是 拆显存 换显存 拆显存 又换显存 OK 这次把背面的四个 也换掉了 再来试一下 这次只取成功 不许失败 显卡显存 都换掉了 激动的心 掺斗的手 打开设备管理器 显卡 显卡驱动没有感叹好了 这个GTX960又再一次的被驱动了 那再来跑一下卢大师的显卡测试吧 这次可以正常进入显卡测试界面了 也能正常的跑起来 不再是核显的水平了 最后这个跑分 也是GTX960的正常水平 OK 这个电脑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整个过程也比较艰辛 好在还是搞定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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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